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这边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是什么呢 就是呢 这个电子商务不说的秘密 相信呢 很多人一定都有在这个网路上买东西的这个经验 对不对 因为呢 每次你不觉得逛网拍 或是逛那种就是购物的这个网路的平台呢 虽然你只想买一个东西 就殊不知呢 越逛了越买越多 放在那个购物车呢 也越来越多 结账之后呢 哇 不小心就手滑买了很多钱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为大家解析 到底为什么每次看这个 我们的这个电商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网路平台呢 为什么他们的东西呢 都很诱人 然后呢 都会很让人想买 所以呢 我们就是 今天的主题就叫做 电商达人不能说的PS秘密 这边呢 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咯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这个设计达人 就是我们的Kim老师 嗨 大家好 我是Kim 嗨 Kim老师 今天呢 要来告诉大家 老师 你自己是不是本身也很喜欢网路购物 哦 对啊 因为常常就是在网路上看Facebook之类 就常常会被旁边的广告给吸引 然后进去买很多的衣服 对啊 那我说真的 你看到这些东西你想买 是因为图片 还是真心觉得这个东西 很好用 很好穿 呃 因为没拿到东西 实在是没办法确定它好不好用 主要就是因为被那个图片给吸引 或是文案 哦 也是 而且你自己本身就是设计人啊 应该呢 可以更告诉我们呢 你看到这些网路购物 这些图片啊 还有呢 这些文宣呢 是不是真的呢 非常的有威力 对不对 对 真的 大家做的都非常好 对啊 好 那今天呢 老师就要用这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小小的素材呢 就要告诉我们这个 电商达人不说的秘密哦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到 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启了Photoshop 对 对 没错 然后呢 要告诉大家 如果呢 你想要做这个非常好的图片跟文案的话啊 Photoshop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哦 那首先呢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些 Yuki拍的照片哦 要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我们要做漂亮的这个文宣跟那个图片 首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先把图片都放进去 我现在就是放了这些都在里面了 对啊 大家看到我拍了一堆 像是呢 有包包啊 有外套啊 还有那个乳液哦 但再看之下 是不是觉得 Yuki的搬照技术没有很好 你这样光看会想要买吗 老师 这样应该是不会 对啊 光看这个感觉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它 因为它每个的场景不太一样 看起来没有统一感 就不会知道这个 这些商品到底是要卖给怎么样的人 对啊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来去背了 对不对 对没错 那去背的话 如果对Photoshop比较不熟悉的朋友 你知道就是去背要来用什么样的 这个Photoshop的工具吗 我一般会先用选取工具 然后先把多余的画面先选起来 哦 先选起来对不对 对 所以呢 诶 有看到这个我们的选取工具是不是 是在哪一个项目当中 这边 右 左边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选取的下面有一个像方框框的东西 那个就是选取工具 那我想问一下去背有什么小诀窍 呃 去背的诀窍应该就是耐心吧 耐心 对 所以你觉得去背 我知道去背有很多种啊 就是要怎么样去的干净 就是跟耐心有关的 对不对 对没错 哦 像 有没有像你自己个人的喜好 因为你刚才说就是先从小小的区块选取 还是说你觉得先把大的呢先去掉之后再小的慢慢修 呃我会先把大区块用那个选取工具先全部去掉 嗯哼 然后再把一些小细节就是先用橡皮擦擦掉之后再慢慢选去去去背 哦还可以用橡皮擦哦 对 哇好厉害哦 大家赶快学起来 那我们修图之后 像比如说我们去完背之后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下一个步骤 嗯 呃去背完之后的下一个步骤 就是把图片组起来 把图片组起来对不对 对好所以呢因为老师还在 好我们先从这三个一起好了 好 好不好 那我们刚刚呢是把我们的刚刚去好背的这个图片呢都放在一起了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组起来 哎我们现在已经组起来了 那下一个步骤呢 现在比如说我们已经组起来了 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呃再来就是要调整一下他们的位置 因为现在这样还有点不好看 哦要调一下位置 要有美感对不对 既然我们都是这个做设计的 当然也希望说可以设计到就是一大一看就想要买的商品啦 对不对 对 哦那像比如说 呃老师在排版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诀窍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排版的时候主要就是设计 我觉得就是要活泼 然后让人家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有兴趣 想要点进去看吧 嗯哼 或是这个找出这个商品的亮点 对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 像我们看到这个包包跟外套啊 你会觉得说这个包包跟外套的特点你会放在哪里呢 呃包包跟外套的特点 我觉得这两个感觉就是可以搭成一件商品的 嗯哼的这种 呃他们因为他们属性感觉蛮相似的 嗯哼的 所以可以放在一起然后可以标就是可以让两者就是相辅相成 哦像这样的话以我就是呃消费者来看的话就有点像是呃搭配的外套可以配的一些包包或是包包可以配的一些服装嘛对不对 再来回到我们这个现场老师那我们刚刚都去备了 你现在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这个步骤现在就是在排版 嗯把商品都排起来 哦排版那排版的话就是呃你会怎么样的就是帮他排在一起 因为我看到商品好多好杂哦要怎么样处理呢 嗯主要就是先把相似的商品先归在一类 嗯然后呃等我一下哦好 好我这边就是先搭这个衣服跟包包然后这一区也是搭衣服跟包包这样子 嗯哦所以你等于是说已经把它分类好了就是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跟包包放在一起对不对对没错 哦了解而且其实这样搭怎么搭都好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另外乳液旁边那个茶罐为什么会想要把它搭成跟那个外套在一起呢 哦就是走一个比较文青的风格 哦文青的风格背个背包然后去个公平泡个茶 对没错把相似对陈伯瑞很认真他说把相似的商品归在一类 好那如果我们大致上排版完之后接下来呢你会做什么样下一个步骤呢 哦下一个步骤主要就是要上文案 嗯 然后字上去 哦文字上去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经验来说的话你会想要压什么样的字呢 嗯这个我觉得可以压大概就跟春天有关系的文案 那边有关系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考考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告诉我们你们希望呢来压什么字 我们集思广义一下好不好我们线上有100多个人相信呢有100多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告诉我们要放上什么很好的文字 韵瑞茵茵吗 孵瑞茵写的不错那我们来写这个好了老师 好 这个 春天的气息如何搭 春天的气息如何搭 大家是怎么样怎么那么想要玩麻将 麻将里的三万 春天里的气息如何搭 我们来看一下 欸我觉得这个文案非常的不错 有没有人还有那个不一样的想法的 可以在网络上留言给我们 春天 好 然后下面呢就写 空格下面 就要这样的 就要这样的 对就要这样的 欸其实啊 我发现有很多就是网拍的这个 文案还有设计上啊 字型是不是也很重要 对没错 还有一些就是主要重点的字要放大 哦重点的字要放大 有一些特色 就是让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到重点 对不对 对没错 那像你们做设计的话 就是字体的部分 你们有没有特别设计人的爱好 哦字体的部分主要就是看 这个想呈现什么样的风格 然后再去选择这一次的字体要是哪一款 哦那春天的字体是什么呢 春天的字体感觉就是比较有朝气活力的感觉吧 哦有朝气有活力的感觉 所以你会选择哪一个字型 嗯这个这个还不错 这个也不错 用这个好了 好春天的气息 OK我们的文案呢 先来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字体的部分 然后呢大家要笔记哦 就是重点的字呢要放大 因为呢就是要让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重点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这个拍卖的图呢 就是跟春天有关的搭配啦 所以呢春天的这个气息怎么搭呢 就要让大家一下呢一眼就看出来 对对朝气有活力 那老师颜色的话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颜色啊 因为字体我们刚才看了 用白色好像看不太清楚对不对 嗯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在下面想要叠一个阴影的部分 哦叠阴影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 那叠阴影的话就是可以让这个字体更立体对不对 对没错 嗯就有一种浮出来的感觉 有一种春天乍现的感觉 对 好哦好哦 所以呢大家可以记得 如果呢 诶有人说咦有点好看 有人说绿色 绿色有点太突兀了啦 因为绿色如果搭字的话 跟粉红色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 可以试试看 真的吗我们有一位网友说要绿色 好啦就依照你的想法 既然陈伯乐刚刚那个 从一开始就已经陪伴我们到底 所以呢我们就听你的方法 用绿色试试看 诶春天的话这个 Tiffany绿还蛮好看的耶 但是可能跟背景就会有一点 呃背景会有点把它吃掉 可能要再深一点 哦深一点 对 这样子的话 哦有那个春天然后呢 树呢就长新叶的这种感觉 对 好 那我们字体就这样子了吗 就是就要再放大一点 还是说其实这样子大小就差不多了 嗯这样大小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老师我们最后最后的步骤 还有什么呢 呃我在文字底下再叠一些 比较能够凸显文字的一些方块 好凸显一些方 哦这样字会看起来更立体 对不对 对 哦而且呢老师用了像这个春节的那种 红就那个叫什么 呃 突然突然持穷 就是春天我们过年都会用的春联 对不对 对没错 春联的一个概念 刚刚突然忘记这个叫什么 就是呢 春天到了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春天的这个感觉 很酷 对呀 没错没错 不一定是春节啦 但是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 哦原来是春天到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很有这个春天的这个气氛 好老师 我们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吗 对差不多了 好哦 蓝色的部分可以再放大一些 好 那我们最后的放大 因为呢我们这样就给大家看一下 快速呢来设计的这个概念是 要怎么样来做搭配 以下呢轻轻松松很简单 但半个小时内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呢文案还有设计 还有呢这个很厉害的banner 对不对 好哇好美哦 大家有没有学到呢 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请到我们的那个King老师呢 教我们如何呢用这个Photoshop来做这个电商达人呢 最在行 让你呢不自觉就一直手滑掏钱的这个文案还有呢商品的这个设计哦 那我们谢谢King老师 谢谢 谢谢 那同时呢在这边呢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了也要告诉大家哦 赶快留言按赞还有分享就有机会呢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礼物之外呢 同时呢聚强电脑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课程呢可以让大家呢更了解 同时呢还有这个阿里巴巴电商境外的这个课程哦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进军全世界的话呢一定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巨匠呢里面丰富的课程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到一个段落了 那我是Yuki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